第2611章到此为止 天地震动 气息滔天 恐怖冷厉的声音 夹杂着冰冷刺骨的沙翼 扑面而来 那气息很强 比优虚这位问鼎六众 还要强上数倍不止 赫然是一尊奈入问鼎七重 乃至七重巅峰的大强者 是天外老祖 没想到 他老人家居然坐镇于此 那小子这次绝对要完了 天外老祖实力 可不是之前那些问鼎竟可比 人群一轮纷纷 赵放神色淡然 唇角扬起一抹笑容 问鼎七重 此等境界的强者 自己又不是没有杀过 真要生死相向 鹿死谁手 尚未可知 我还以为 你会一直躲下去 不言不语 看来 你的耐性 并没有我想象的那般好啊 惊人的幽冥之力 环绕赵放周策 赵放身体魔心颤动 涌出大量魔器对抗 不管你是天魔剑 那位大魔王培养出来的后辈 冒犯我幽族 罪不可赦 你自断一臂 向我祖死难的问鼎 强者磕头道歉 看在以往与天魔界的情分上 老夫 留你一命 天外老祖声音默然 话语传出的同时 一道赤目骄扬 我挟着恐怖力量 以山呼海啸之势 冲出武藤山复心 降落在赵放所有区域 不少人承受不住 这股力量压迫 纷纷被震飞出上千米 唯有赵放 单手负于身后 立在原地 身形笔挺 不动分毫 带那道光芒落下 照放方圆树里 已然空无一人 都被来人恐怖的 栖息给清理出去 光芒散尽 显出一个批发蒙眼的老者 瞎子 照放若然 那些被震出场外的 幽冥界强者们 也都瞪大双眼 面露不可置信的神色 天外老祖威名赫赫 半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羞羞羞踢的 时数到流光破空而来 正是去而复返的 幽须等人 老祖 幽须等人冲瞎眼 老者恭敬一礼 此事何须劳动 老祖出手 我等便可解决 天外老祖没有理他 抬头看向照放所在 尽管他的眼睛 被蒙了起来 当他望向照放时 后者依旧同样感受到 有失线落在自己身上 那目光很古怪 让他生出一种虚幻的错觉 照放心头一领 知道遇到 擅长同树的强者了 有些实力 不过 这并不是你在我幽族 放肆的资本 天外老祖淡淡道 老夫给了你一条活路 好好珍惜吧 别让老夫出手 否则 你可就不只是 断臂道歉那么简单 他语气平淡 但坐镇天外无数年 抚养顺心 自养出一股威严霸道 不可服你的气势 起码 优序等天外强者闻言 都连忙扶手 不敢去看对方 小子 老祖既然给你一条活路 还不敢紧照做 小心老祖动怒 抬手将你抹杀 见赵放依旧覆手 神情淡漠 幽须冷冷道 我做事 何须一条狗来说三到四 再让我听到狗叫 必诛你 你 赵放言语间的嚣张轻蔑 刺激到了幽须 气得浑身发狂 至于你 让我自断一臂 在那些死难的问鼎灵位前跪拜 赵放目光看向瞎眼的天外老祖 语气充满讥讽味道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自断一臂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 敢让我去跪拜道歉 狂妄自大的小辈 既然你存心找死 老夫便成全你 天外老祖声音冰冷 身上的杀意 骤然提升了数倍 老祖 幽须开口 这等小人物 岂值得老祖亲自动手 请老祖静候 我等必拿下这个亵渎 我族威名的小杂碎 好 不要让老夫失望 天外老祖淡淡道 是 话音落下 幽须与先前十数道强者同时走出 那一煞 十数人的气息您合在了一处 完美无缺 好像一个人 赵放挑眉 幽须等人这一手 比起玄迈数位问鼎强者联手 可谓高明多了 小子 能死在这九幽猎神阵之下 你足以自傲了 幽须声音冰冷 当即便有一名问鼎五重越重而出 悍然杀向赵放 赵方面无表情 台剑斩去 这一剑 并非很强 却足以重创乃至斩杀绝大多数问鼎五重 但斩在那问鼎五重身上 却只是让他受了点轻伤 他的攻势并不见有丝毫的缓慢停滞 眨眼便来到赵放身前 剑光闪烁 直指赵放胸口 赵放台剑 横挡下这一击的同时 羞羞 左右两翼 又分别涌出两股攻击 却是四位问鼎强者联手 两两合击攻来 赵放皱眉 魔气吞吐 正退手攻的问鼎五重 挥剑披向左右四位问鼎强者 这时 剩余的几位 也全都涌了过来 并非毫无章法 而是配合精妙 防不胜防 有几次 更是险些重伤乃至击杀赵放 赵放动怒 直接开大 动用他天斩仙剑的第七式 这一剑挥出 哪怕是问鼎六重 也承受不住 但幽虚似修炼了一门秘术 拥有数个换身 以两个换身的碎面 硬扛住赵放这一剑 且在剑势爆发的瞬间 逆时而上 在斩赵放 那一剎 赵放体表出现数道剑痕 鲜血从伤口流出 他负了伤 但交手的幽虚等人 并未露出任何沾沾自喜的表情 赵放的难缠程度 超乎他们想象 九幽猎神阵 乃我族最强大的合计之术 九位问鼎七重联手 甚至有把握 猎杀一名问鼎九重 此此比我们弱 却能支撑这么久 实在出乎我的预料 不过 幽虚看向赵放身后某处虚空 嘴角忽然扯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果然不愧是幽族成名的合计之术 多位一体 气息隐匿 实力暴涨 的确很难对付 赵放咪卓眼 若非他战力超强 换作普通问鼎六重应战 只怕已然被阵法击杀 但这套阵法的攻击手段 我已经适应 若无其他杀招 此阵随时可破 正这般想着 幽虚等人又次展开了连弓 赵放眼眸一寒 到此为止了 见其吞吐 锋芒无匹 一一当下幽虚等人凌厉攻势 甚至还将他们击伤乃至重创 就在他准备巩固战果 收割掉一两人的性命时 疏忽踢得 一柄雪亮的寒芒 在赵放眼皮下一闪而逝 第2612章老而不死是为贼 下一瞬 一股冰冷的锋芒之意 贴近咽喉 危险的感觉 从脚底涌到头顶 全身细胞都在颤鸣 袭杀 潜伏在暗处 一直从未出手的问鼎五重强者 在赵放出手的关键时刻 对他展开袭杀 这一刻的赵放 能清晰感知到匕首一点点靠近自己的咽喉 却无法阻拦半分 是 出乎那问鼎五重预料的是 风瑞的匕首 其割在赵放咽喉的刹那 赵放皮肤表面 涌出一层水蓝光芒 匕首割裂了水蓝光芒 甚至割破了赵放皮肤 但并未做到真正的割喉 赵放受了伤 并未死 反应过来的他 似被激怒的胸虎 藏风剑掉转剑锋 到插向自己身后 扑 那一只隐匿的问鼎五重 直接对这一剑刺穿胸膛 惊人的剑气在他体内爆开 直接将其绞杀成了肉泥 奸血与碎肉碰剑在赵放身上 他恍惚未觉 只是摸了摸流血的脖颈 眉头皱了皱 是我大意了 低估了幽祖 连番斩杀幽祖问鼎强者 让他对这个坐镇一介的大势力 生出了些许轻慢 此刻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同时也意识到自身很多问题 尽管有防御甲咒护体 但毕竟太弱 能挡住普通仙器 若是一些厉害的仙器 就抓瞎了 比如在轮回界被死神卓尔袭杀 凭借防御战甲 照放毫发无损 今日出手的幽冥界杀手 修为与死神卓尔相当 但因今修幽冥之力 又与天地契合 让人防不胜防 照放事先就没察觉到 更重要的是 他出身幽祖 手上有死神卓尔 都无法得到的高等刺杀匕首 这才伤了照放 看来得尽快想办法 提升下肉身了 刹那间 照放脑海闪过无数的念头 当目光再度落在幽须等人身上时 他咧嘴一笑 脖颈在流血 脸上也有血痕 看起来很狼狈的照放 却笑了笑容冰冷 甚至有些猙獰 看得幽须等人没有来的心中溺涵 刚才一直使你们在攻 现在 轮到我了 我自还在回荡 他身形便已然消失在原地 带了字响起 已然有数刀惨叫声响起 却是先前受创的问鼎四重 直接被他斩首 眨眼 九幽猎神震破 该死 幽须脸色难看 完全没想到 堂堂问鼎四重 在对方手上 竟如此脆弱 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所谓的幽族强者 也不过如此 真是让我失望啊 随手又斩杀两人后 照放缓步走向幽须 给你最后一次出手的机会 饺子 你太猖狂了 真以为自己赢定了吗 幽须面色铁青 骗了眼自家老祖 发现他无动于衷后 幽须咬了咬牙 口颂奇异的口诀 竟引动整片天地的力量 渐渐 一道威严森然的恐怖身影 浮现在他身后 赫然与忧伤的幽名法相 有几分相似 但要比忧伤召唤出的 更加凝实与强大 饺子 这次 我必杀你 幽须盯着照放 双目喷火 法相难修 此次动用 他数千年苦修化为一旦 对照放的仇恨可想而知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尽管照换出法相的幽须 修为已然无限逼近问鼎七重 但照放神色 并无太大的变化 死 幽名之力呼啸 如意道道死亡锁链 缠绕向照放 照放淡笑 藏风剑挥舞 轻易将那些攻击 一一震碎 剑其呼啸 撕裂无穷幽名之力的阻隔 瞬间出现在幽须身前 直刺他的心脏 不好 幽须反应过来时 已然晚了 根本无法阻拦 脸色疏然变得惨白 哼 关键时刻 一道冷哼声响起 照放身体一颤 刺受到了重击 攻势一顿 嘴角流出一道鲜血 幽须则趁着这个机会 迅速逃离出去 照放没理他 转过身 讥讽地望着天外老祖 堂堂天外老祖 问顶七重的巅峰强者 居然偷袭我这个晚辈 你一人挑战我一族 这本就是生死相向的大事 你还指望别人跟你一对一 天外老祖淡漠道 呵呵 照放笑了起来 老而不死是为贼 果然不假 老贼 你是不是已经急不可耐地 想要来送死了 狂妄 天外老祖冷笑 恐怖气息降下 如无穷山岳压来 欲要压垮赵放 赵放一人一剑 斩天裂地 连问顶七重都曾杀过 又岂会被这股气势影响 凡事都有些来厚道 哪怕你急着来送死 不好意思 在我杀掉幽须之前 不会去杀你 安心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刷 赵放背后阴阳霜一浮现 身躯骤然出现在幽须身旁 在后者惊骇的目光中 一剑刺出 直接冻穿他的胸口 哼 幽须胸口炸出一个大洞 当场重创 小子找死 天外老祖面色冰冷 幽须不管怎么说 都是天外大长老 问顶六重强者 不容有失 他出手 欲要解救幽须 赵放却横见于幽须脖颈处 再赶向前一步 避雪见你一身 天外老祖顿住 他声音格外森冷 小子 放了幽须 我刺你一条火路 呵呵 赵放笑了起来 赐我 老贼 你还真以为 问顶七重就天下无敌 以己心为天心 赏罚皆有你一念之间 这里是幽冥界 幽族 天外老祖孙然道 的确 这是人家的地盘 人家天然就占据低利优势 哪又如何 哪怕你是幽冥界真正的主宰 想要杀我 我也要把这幽冥界捅出一个窟窿 赵放丝毫不惧 你太狂妄了 赐你这等人 祸不了太久 天外老祖忽然平静下来 赵放冷笑 正要开口 顾得察觉背后有孙然杀意涌现 且不止一道 他心神意寒 顾不得挟持幽虚 身形闪烁 直接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三道身影 出现在赵放先前出现的位置 每个人都气息森然 恐怖而凶利 赵放出现在数百战外 看着那救下优虚的三人 面色一尘 问鼎七重 三个 第2613张 印汉三大老祖 优虚身旁 多出三道身影 两男一女 其中一中年男人身材细高 浑身透着不可一世的邪气 另一个则沉默如鬼 一言不发 背负双刀 唯一的女性 滋容甚美 穿着一件紧身衣 凸显出那他傲人的资本 与诱人的身躯 身形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 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在三人出现后 人群哗然 这是地脉 悬脉 黄脉的老祖 我去 幽族四大脉老祖全部集结 竟只是为了一个少年 这事传出去 谁特么会相信啊 点双引号点点 众人议论 看向赵放时 目光中流露出浓浓怜悯 四脉老祖起初 赵放哪怕有比肩问鼎七重的实力 也必然抵挡不住 落败是迟早的 甚至会死 你们怎么来了 天外老祖看向三人 寿命而来 节气男子淡淡道 他乃玄脉老祖 被赵放斩杀的忧伤 便是他这一脉的后裔 寿命 天外老祖心神一跳 就连赵放听到这话 也不由眉头一鸣 四脉老祖堪称 幽族最顶尖的四人 执掌亿万万生灵的生死 几乎是站在幽冥界最巅峰的存在 能够命令他们的存在 放眼整个幽冥界 也只有一个势力 幽冥店 店主大人对这个家伙很感兴趣 想研究研究 节气男子道 这样啊 天外老祖咒了皱眉 既然店主有名 老夫自当遵从 幽冥店主的实力深不可测 即便是天外老祖 也不敢违逆 嗯 邪气男子淡然点头 两人浑身无视赵放这个当事人 直接讨论他的归属 好像赵放已然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般 看来 这幽冥店比传说中更加厉害呢 赵放咪着眼 单单幽族就有四位问鼎七重 这还没算上民族四脉 民族能与幽族抗衡无数债 实力不弱于幽族 至少也有四位问鼎七重 幽冥八脉便有八位问鼎七重 这股实力 足以横扫轮回戒 而能统治幽冥八脉的幽冥店 实力更强 至少有问鼎八重强者坐镇 赵放感觉到了压力 问鼎八重 还只是初步估计 在幽冥店内 必然还有更强的存在 连公书族中 都有金言这等堪比问鼎八重的大妖流手 谁知道 被幽冥店掌控无数万年的幽冥界 到底隐藏着多强的一股力量 这些问题 只有在拿下四脉老祖后 或许才会答案 赵放吐出一口气 神情没有半点轻松 小子 给你一次选择 主动受降 可不死 一旦本老祖出手 你的小命 可就难保了 节气男子谋光协议 盯着赵放 赵放不言 还还举其手中藏风 找死 节气男子也谋杀意抱拥 身形数人消失在原地 除他之外 沉默男子与仅身女子 都站在原地 没有出手的意思 在他们想来 有悬脉老祖亲自出手 已然是高看赵放了 应有无法降服对方的道理 丁丁 装剑交击 赵放退后十数步 邪气男子则退后两步 只是一招 高下立判 点 然而 这个结果 却让所有人感到意外 邪气男子 那可是问鼎七重的强悍存在 赵放 不过区区和道径 居然能与这等强者硬汉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难怪能被店主看中 果然有些实力 邪气男子精逸 旋即冷笑道 不过 刚才那一剑 我不过动用一半实力而已 我只是动用三成而已 赵放淡然回应 哼 结义男子冷笑 显然不相信 双方再度交手 赵放打得很郁闷 以他天斩先见的恐怖 重创乃至绞杀协议男子 问题不大 可对方气息太过诡异 藏于这片天地 让赵放很难捕捉他的真身所在 而且 邪气男子抽取忧名之力压制赵放 克制了他不少实力 饶是如此 邪气男子也是越打越震惊 本以为 赵放只是拥有堪比普通问鼎七重战力 没想到 却丝毫不逊色自己 甚至让他陷入苦战 若非此处属于幽冥界 他或许已然被对方击伤 那小子 仅深于此目光望来 明媚的眸中 略过一抹金色 就连沉默低头的地脉老祖 眼中也露出一丝惊讶 两人相互看了眼 最终 两道身影同时消失在原地 身处战场的赵放 刹那便感觉到两股兄弟的杀意锁定了自己 一剑阵退协七男子 不等他再度出手 两道恐怖剑气 分别袭向他身体两侧 这是绝杀的一击 哪怕赵放反应再快 也无法同时挡住来自左右的两剑 关键时刻 他挥出他天斩仙剑第八式 恐怖的剑气 直接与左侧最具威胁的地脉老祖相碰 将其阵飞出去 尽管剑气将右侧紧身女子的长剑阵的偏邪 但也死死横插进赵放体内 他张口喷血 滚 赵放咬牙 应受身体剧痛的同时 一剑斩退了紧身女子 与此同时 邪气男子从正面杀来 欲要割去赵放手机 找死 赵放眼眸孙寒 抬手一直打出 指出可碎灭世界 邪气男子脸色狂变 似察觉到了危机 急忙抽身暴退 虽然避开了要害 却依旧被这一指重创 倒在雪坡中 人群死寂 所有人都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哪怕是天外老祖 也面露金融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三个与自己实力相等的存在 一同出手对付赵放 居然被他重创两人 轻伤一味 而赵放本人 却依旧站着 并未死去 这家伙 天外老祖心神一颤 心中涌出强烈的忌惮 他十分庆幸 自己先前没有贸然出手对付赵放 否则 不但杀不死赵放 还会搭上自己性命 你的确很强 居然能震伤我与玄脉 不过 如今你已重创 由近登窟 再无威胁 一直沉默的地脉老祖 第一次开口 声音带着强烈的笃定与冷意 自成为地脉老祖后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受伤 今日 却在一个小辈受伤丢了分 还受了重伤 让他被敢屈辱 很是愤怒 第2614章 暂时轮回 一起动手 杀了他 地脉老祖的目光 不由看向受伤颇重的 玄脉老祖与黄脉老祖 杀 劫气的玄脉老祖 只有一句话 黄脉老祖不言不语 已然出手 赵放的确受了重创 面对三位老祖强者的联手攻杀 已无先前汉勇 被三人联手之力打得节节退后 身上伤势越来越多 不过 三大老祖也被踏天斩 仙剑斩中数次 虽还能屹立不倒 但也是勉力之称 若非有赵放必败的信念之称 他们也站不到现在 哼 只听一道闷响传出 赵放被三大老祖轰飞出数百里 镶嵌在一座山壁上 只见他前胸全部塌陷 白衣全部染成了血色 极为狼狈凄惨 哈哈 三大老祖见状 纷纷大笑 你们笑什么 冰冷略带沙哑的声音 从山壁那染血的白衣少年口中传出 紧接着赵放挣脱山壁而出 躺倒在山壁之下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他这次的确受伤严重 居然还没死 劫气男子瞳孔微缩 他现在的状态离死不远 而且这样也好 店主想要的是活人 可不是一个死人 其他两人纷纷道 嗯 邪气的悬脉老祖点头 正待三人准备出手擒下赵放时 赵放缓缓坐了起来 手中多出一柄刀 他举起刀 非斩向冲来的三人 而是斩向自身 那家伙想自杀 三大老祖感觉脑子转不过来 身形不由一顿 再时轮回 少年举刀 声音冰冷 斩向自身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少年并未死于刀下 反被一股奇异力量包裹 身上的伤势 以肉身可见的速度恢复 眨眼的功夫 就恢复如初 这 假的吧 不少人目瞪口呆 前一刻 少年可是浑身是血 身受重创 这才转眼的功夫 就恢复如初了 三大老祖意识脸色难看 他们见多识广 对少年身上这种变化 虽然吃惊 但并非不能理解 轮回之力 车后族的轮回天刀吗 没想到 他的威能 竟被你彻底激发了 天外老祖盯着照放 声音低沉 轮回天刀 三大老祖一正 玄机明白过来 原是车后族 那见镇族至宝 传闻瓶有助人 轮回转世的能力 没想到 还能这样用 明悟过来的三人 心神依旧不平静 他们好不容易 才把照放打成重伤 眼看就要摘取胜利果实 照放居然恢复如初了 这特么不是玩我们吗 三人鞭们 半眼中有金光闪烁 都盯着轮回天刀 车后族的轮回天刀 的确是一箭至宝 伺者等在时轮回 转眼伤势进负的能力 若能得到 便等于多了一条命 你们想杀我 还想夺我的刀 恢复如初的照放 微微一笑 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天脉 三大老祖 七七望向天脉老祖 以三人如今状态 的确干不过 全胜状态的照放 他们只能将 一直看戏的 天脉老祖 拉入战场 放心 此此杀我族人 你们就算不开口 老夫也没打算放过他 天脉老祖淡淡道 照放目光 在四人身上扫过 神色淡然 声音冷酷肃杀 也好 那就一起来临死吧 狂妄 全脉老祖脾气最为暴力 当先出手 地脉与黄脉两位老祖 一左一右 夹击而来 与此同时 天脉老祖身心领空 他空而来 上下左右 四方杀鸡 尽客间锁定照放 怕天斩先见 第九事 照放无视其他三人攻击 剑法凌厉霸道 只取正面攻来的 全脉老祖 什么 全脉老祖脸色大变 被照放这副以命换命的搏命架势给下住了 他可不想死 尤其是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戏码 可他已然来不及躲闪 恐怖的建议 已然将他整个人都笼罩进去 他只有奋勇反击 才有一条生路 该死的兔崽子 全脉老祖咆哮 燃烧气血 开始拼命 砰砰砰 扑 刺到惊人的声响 震天动地 前三者 是黄脉地脉天脉三位老祖 攻击轰在赵放身上的闷响 后者 则是玄脉老祖被藏封剑贯穿身体 张口喷血的画面 砰 砰 赵放与玄脉老祖身上 都涌出强烈的心力波动 欲要灭却他们的肉身与灵魂 玄脉老祖本就身受重创 应受了一击第九十后 身体轰然解体 灵魂雨灭 身形俱灭 赵放身躯摇晃了几次 身上伤口争鸣而恐怖 就在黄脉地脉老祖期待赵放身死时 再度展向自己 呼 一瞬间的功夫 赵放再度恢复如初 又是暂时轮回 黄脉地脉老祖的脸都绿了 再来 赵放长笑 见其轰鸣 只取黄脉老祖 以伤换伤 斩灭了黄脉老祖 地脉老祖 仅剩的天脉老祖 也被打成重伤 只需再来一击 就可击杀 小子 你接连施展暂时轮回 恐怕已经游进灯空了吧 天脉老祖拖住受创的躯体 冷冷盯着赵放 诚如对方所言 每次进行再次轮回 对赵放身体 都是一次强力的负荷 此战过后 他至少需休养两三个月 才能完全恢复 但他现在并无别的办法 只能如此 杀你足够了 冷冷说完 赵放再度挥剑杀来 天脉老祖召唤出幽冥法相 实力暴涨到堪比问鼎八重的程度 却依旧难逃那一件的锋芒 砰 但随着天脉老祖身躯炸开 灵魂碎灭 围攻照放的幽族四大老祖 全军覆没 无数人抬头 望着天空那道 绝强傲力的燃雪身影 那身影并不伟岸 也不算高大 可他注定要永远烙印 在所有人的心神之中 妈的 要大地震了 人群中 除了技术最多的 参加大典的青年才俊外 还有一些 一流势力的强者 此事 他们内心都是极为震撼 幽族四大老祖 那可都是跺一跺脚 就能引发幽冥界一场大地震的恐怖存在 四人联手 居然还被一个少年全部给涂了 放眼幽冥界数百万年 还从未有过如此大事 这注定要成为 所有观战者心中 不可磨灭的一幕 第2615章熟悉的陌生人 人群一角 有数个身材异常高大 面色猙獰的大汉 他们站在那里 浑身便有一股无法掩饰的煞气外泻 引得周围其他人 都一脸畏惧的退开 不敢靠近 大汉深舟 便出现一个数百丈方圆的空旷地带 此时 一个大汉艰难的吞咽了下口水 目光看向为首那名白发大汉 统领 我们还找他报仇吗 此言一出 那大汉注意到 其他大汉脸色 都变得难看起来 就连一项面瘫的统领大人 面色也抽出了几次 报你妈的仇 那小子杀问鼎七重 都跟杀鸡一样简单 你让老子这问鼎六众去报仇 你想害死老子啊 统领说着 似乎还不解气 一巴掌将这个不识趣的问话大汉 拍进地底 只留头颅在外面 这凶残的一幕 吓得本就退后数百丈的一些人 再度飞奔退走 唯恐被骑钉上 带退到树里外后 这群人才望向那凶残大汉 狐疑对方刚才说了什么 竟惹得他如此大怒 因为重大汉深舟 有一层隔音进法 外人只看到他们不断开口 似在商议什么 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离开 又有一个属下问道 他这话 历时得到凶残大汉一个冷眼 吓得那个问鼎四重的强者 连忙低头 此此杀我金武卫兄弟 如此大仇 岂能轻易放下 凶残大汉 也就是金武卫统领 一路尾随赵放 伪装进了武藤山 很想趁此机会 在武藤山杀了赵放 顺便屠路参加大典弟子 搅起一场大风波 只是 还没等他们动手 幽族就开始对赵放出手 接下来的战斗 可谓似时出乎他们的预料 面对幽族全族之力 哪怕是四大老祖其出 赵放也丝毫不惧 将他们一一压伏斩杀 斩露出无体的姿态 这让金武卫等人 原本仅有的一点报酬想法 都湮灭得一干二净 他们加在一起 顶多能抗衡一个老祖籍人物 然而 四大老祖在墙 也扛不住赵放两件的威势 更何况是他们 那小子杀了幽族四脉老祖 并然会被幽明殿 那两位大人物追杀 此地不能久留 且离开再说 金武卫统领说着 已属下数人 直接离开武藤山 尽管沿途有人察觉到 他们的异常 可面对数位问鼎强者散发的恐怖气息 接连失丧问鼎强者的幽族四脉 就算想阻拦 也无力阻拦 最终 只能眼睁睁看着金武卫等人扬长而去 这一点 赵放并不知道 他连番动用再是轮回 身体虚弱到了极限 感知也下降到了低谷 得提升胸位了 赵放抬头 看着武藤山深处 尽管幽族四脉老祖尽灭 但他心中的不安感 却是越来越强烈了 幽明八脉 至少有八脉问鼎七重存在 再加上幽明殿真正的强者 至少还有数位问鼎七重 乃至问鼎八重 若还是何道静 对付这些人 我会很吃力 此番他固然斩杀了四脉老祖 但也付出极大的代价 若他修为境界达到问鼎静 就绝对没有这么多问题 此次斩杀这么多问鼎 足够我冲击问鼎静 也罢 先提升境界 之后的账 再慢慢算 照放嘴角浮现一丝冷意 身形闪烁 消失在了原地 在他离开后不久 树到恐怖的气息 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搬 覆盖整个武藤山 那恐怖的气势 压得所有人都抬不起头 天脉 地脉 玄脉 黄脉的气息 都消失了 垂淡的 冰冷不寒 丝毫感情的声音 宛如神灵在低语 在武藤山回荡 紧接着武藤山上空 出现一幕幕景象 赫然是照放灰剑战 四脉老祖的画面 一些修为精深的强者 看到这幕 都忍不住心神惊骇 速本归远 这看似简单 但哪怕是问鼎七重 也做不到这一步 他不仅需要强大的修为 作为支撑 还需要掌控一丝时间规则 是幽明殿的大人物出手了 所有一流势力的强者 心中明悟 敢杀幽族强者 当诸 画面碎灭 只有那神灵般的声音 充斥整个武藤山 让所有听到之人 都有种天塌地线的恐怖之感 但让人意外的是 那声音随后就消失了 一切恐怖波动 也跟着消失 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 奇怪 不少人诧异 本以为幽明殿会有什么举措 没想到 只是放了句狠话 就结束了 自卖老祖之死 对西越大典造成严重的影响 在目睹那少年魔神般的恐怖威事后 幽明界最盛大的西越大典 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般无趣 导致不少天才心境不稳 轻则发挥失常 重则影响修炼根基 让无数幽明界势力的强者们 恨死了赵放 但他们也只是暗恨而已 若赵放真站在他们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放 赵放 很熟悉的名字 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人群一个戴着面纱的少女 眼眸露出一丝枉然与无措 望着赵放离去的方向 男男失神 小悠还在想那的家伙 你该不会爱上他了吧 少女身旁 一个自荣秀丽 气度脱俗的黑群少女打趣道 被称作小悠的少女 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温葫芦 真不知道 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回来后 就一直沉默寡言 黑群少女轻叹一声 明文 我也不知道 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额 望着少女 纯真无暇的眼眸 黑群少女明文秀眉微皱 思想到了什么 面露不满 民族那群老家伙 真是混账 呵呵 小心点 让他们听到 少不了又要罚你禁闭 少女微笑 知道明文这是为自己的遭遇打抱不平 小悠 你放心 只要你我一起成为本届西越大典的神女 便有能力 要求那群老家伙 恢复你被抹去的记忆 明文抓着小悠的手 正说道 小悠笑容如常 淡淡道 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记忆 抹去就抹去吧 何必连累你浪费掉一次难得的机会 第2616章 驱虎吞狼 离开武藤山 照放寻了一处隐秘的山谷 布置了虫众法阵 确定物矮后 袖袍一挥 一块块通体精盈 散发着玄奥神秘光泽的问鼎之精 出现在他面前 这都是照放的战利品 包括先前斩杀的斯麦老祖 以及曾经斩杀的问鼎一重二重的强者 不多不少 足有四五十块 这些问鼎之精大小相同 但质量上 却因他们先主人的实力高低 各不相同 一般生前修为越高 问鼎之精被淬炼的旧月纯粹 其中最明显的 用五块 分别是斯麦老祖与老青龙留下的问鼎之精 先立值已然足够我迈入问鼎境 但就这样迈入 只能算是问鼎中的普通货色 既然问鼎 那就要问鼎至尊 做天地间最强的问鼎境 其细调整到最佳状态 赵方开始在体内凝聚问鼎之精 或许是因为真魔雪珠的缘故 他明练出的问鼎之精 并非似寻常修饰那般的晶莹透明 而是血黑色 极为的妖艺 黑心 这特么算什么情况 赵方也很无语 隐隐明白 这或许与修炼的功法有关 变命后 将得到的问鼎之精 全部融入和自己的黑心中 问鼎之精 很难融合 每块问鼎之精 都是鲜明的个体 强行融合 很容易让问鼎之精爆碎 赵方的黑心 却很诡异 有吸取问鼎之精的能力 随着一块块问鼎之精的融合 他的黑心变得愈发纯粹 其上的悬傲 亦愈发深邃 不过 赵方本人也被折磨得愈鲜愈死 哪怕他的黑心奇特 这样强行融合别人的问鼎之精 也是逆天之举 唯仙道不容 故承受了极大痛苦 好在他心智其间 每次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那家伙好像进入这片山脉了 山谷所在的山脉外 一行数人出现 正是先前离开武藤山的金无卫同龄 以及其他的金无卫 他们本就在武藤山周边蹲点 打断守株待兔 给幽明借在制造出一些混乱 却发现离开武藤山的照放 几人一路尾随 但照放速度太快 他们也没能跟上 最终 还是凭借其中一个金无卫的天赋 追踪气味 追踪到了山谷前 他受了重伤 铁定在里面疗伤 我们怎么做 一时间 目光全都集中在金无卫 统领身上 统领陈吟 照放先前展露的无敌威势 让他至今回想起来 都极为忌惮 以他刚才的实力 即便重伤 我们想要杀他 也得付出惨重代价 统领开口 不过 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 这次难得的出手机会 统领的意思是 我们暂时不出手 统领笑了起来 看着其中一个金无卫 老二 你将附近云兽群引来 让他们为我们打先锋 看看那小子是真的受了重伤 还是另有余力 好 金无卫老二阴下 便离开了 很快 在一阵隆隆的地洞山摇的震颤中 一群体型不一 但其兮都异常凶悍的云兽 冲入山谷之中 真希望那小子能坚挺些 不要被这群云兽给杀了 有金无卫笑了起来 轰隆隆踢的 山脉震颤 数以万计的云兽集体行动的场面 实在太震撼 本在炼化问鼎至今的照放 险些被突然出现的隆隆巨响 以及那一场嘈杂的云兽 吼声给搅扰的心绪不宁 险些走火入魔 金无卫 照放睁开双眼 眸中射出一道凶利 随着融合下数块问鼎至今后 他的感知 早已达到平日的巅峰 心念一动 便察觉到山谷外的树人 尽管他们模样很陌生 但其中几人的气息 与自己先前遇到的金无卫一模一样 让他直接就分辨了出来 很好 我还没找你们麻烦 你们居然先过来送死 尽管想立即出去杀了那几人 但他正在融合问鼎至今 提升修为的关键时刻 根本不能煽动 金言 为我护法 是 照放腰带光芒一闪 顿有一股奇异的力量 笼罩照放所在方圆树里 刚才有一道强横的灵石在窥探我们 金无卫同领咪着眼 我也隐隐感觉到了 那灵石好强 应该就是那小子无疑 他果然在这座山谷中 金无卫嘴角都露出一丝凝然冷笑 想要恢复伤势做梦 不错 等他被那群云兽搅扰的生不如死时 我们再出手将其灭杀 让他明白 我金无卫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 尴尬的是 诸多云兽进入山谷不到片刻 气息便消失了 哪怕金无卫老二留在其中一头云兽身上的灵石 也似乎被某股强大力量隔绝 令他感应不到丝毫 怎么回事 金无卫都愣住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 诡异的安静 让一众金无卫心中甚是不安 目光纷纷看向金无卫统领 老二 再引来一批云兽 好 第二批云兽轰隆隆进入山谷 依旧是片刻的功夫 就消失的干净 气氛愈发成您诡异 低功那小子了 他身旁应该还有其他强者 或者有一种空间储物类的仙宝 金无卫统领毕竟见多识广 他通过刚才附在一头云兽身上的临时被隔断后 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我怎么办 其他金无卫有些不甘 本以为能手润大敌 没想到 墙中自有墙中手 自家的一切愁算 都落空 我们接连出手袭扰他 他都没有出手 说明 他真的受伤极重 在恢复的关键时刻 金无卫统领道 既如此 那我们 冲进去 一个金无卫兴奋叫道 冲进去你妹啊 能不能动点脑子 金无卫统领气的一脚 将那个金无卫踹飞出去 哪怕那小子重创 但凭他轻易摆平 那么多云兽的本事 也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所以 我打算 驱虎吞狼 金无卫统领眼中闪烁出 一丝阴森的冷力 第2617章不知死活 幽冥殿 作为幽冥界最神秘的地方 此处 也的确充满了各样 鬼秘不可测的力量 任何踏足其内的 问鼎强者 都不敢胡乱去探测四周 就曾有一位 幽族问鼎强者心中好奇 零食肆意在殿内刺探 被殿内激荡的神秘力量 搅碎灵魂 当场魂灭 只于一具无魂肉身 自那以后 但凡进入幽冥殿的强者 就乖巧锦渗许多 从不敢胡乱散发零食 只是安静待在大殿中 恢宏神秘的大殿内 幽冥之力异常盟欲 若有普通幽冥界强者在此 一定会察觉 此殿的异常 可让潮汐城主这等 不曾修炼幽冥之力的 普通修行者 体内诞生幽冥之力 赤矣 幽冥殿 又是幽冥界 所有修饰心目中的圣地 殿内有八张百玉蒲团 其中 有四个气息超然的强者 盘坐在四个蒲团上 他们看了眼空缺的四个蒲团 平静面容下 隐藏着一丝性灾乐祸 这四人不是别人 正是民族宇宙洪荒四脉的老祖 实力与幽族天地玄黄四脉老祖一样 都是问鼎七重 拜双方相来争斗不断 对于幽族四脉老祖与灭之势 民族四脉老祖 固然有些吐死胡悲的伤感 但更多 还是幸灾乐祸 天地玄黄 你们安心去吧 幽族的仇 我民族汇报的 此人心里想着 只听电钟缓缓传出一道沧桑的声音 武藤山发生的事情 本殿已经知晓 且已经派人寻找那人踪迹 此事 你们暂且不用管了 安心坐镇武藤山 镇压萧小 主持西岳大典 那声音异常的沧桑 似经历了一万岁月 看尽了世界繁华 有种落寞出尘超然之感 不过 这道声音中 也带着一股强大的威压 强如民族四脉老祖这等强者 在这道威压下 也得低头 遵命 自人目光闪动了下 恭敬领命 赛了吧 处日后 民族宇宙洪荒四脉老祖 连位至幽名殿 殿主大人 我们得到情报 找到那人了 而且 根据推测 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 就是袭击我接引战舰的神秘强者 与脉老祖审声道 对此 殿内那位神秘的殿主大人 似乎并不怎么上心 略沉默片刻 问道 西岳大典怎么样了 回禀殿主大人 经过几日的激烈角逐 本届的神子神女已然脱颖而出 既然如此 带他们来幽名殿 幽名殿主声音提高了一些 隐隐透着一丝渴望 四脉老祖相互看了眼 都看到彼此眸光深处的一抹惊异 幽名殿主对传统的西岳大典的重视 竟然胜过外敌入侵 要知道此次幽名殿幽族 可是一下子损失了四位老祖 放在其他世界 一个大势力接连死掉 四位问鼎七重强者 与敌人必然是不死不休 亦有消息 便轻尽力量镇压绞杀 可幽名殿主没那么做 他表现得很平静 尽管知道敌人所在后 依旧漫不经心 难道 那个传言是真的 次人不约而同 想起了一个 只在幽名殿最高层圈子里 流传的传言 传闻 每界神子神女 除了极少数在得道传说中 先人传承无碍 大多数人 都死在传承之中 即便是得道传承的神子神女 在幽名殿横压一时 待修为提升到问鼎七重后 便会紧跟着消失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而这些 都与幽名殿主有关 是 尽管狐疑 猜测幽名殿主 急切想要召见 本界神子神女是不怀好意 却也没谁敢说出来 很快 幽名气度超俗 灼然不群的青年男女 出现在幽名殿中 相比于斯麦老祖 这六人 对幽名殿好奇的同时 亦表现得更加恭敬 一直低着头 不敢胡乱去看 抬起头来 幽名殿主声音在殿内回荡 六人抬头 三男三女 其中 最前面的 是一男一女 分别是本界的神子与神女 后面跟着的两男两女 则是神子使者与神女使者 两位神子神女 都是问鼎五重 无限接近问鼎六重的存在 四名神子神女使者的修为 也都在问鼎三重巅峰 如此年轻 便拥有这等实力 足以说明这六人天赋是何等恐怖 比上一届 差了一些 幽名殿主略有些不满 上一届的神子神女 那可都是问鼎六重 乃至六重巅峰的天骄 回禀大人 幽族四脉老祖生死之事 对参加大典诸多弟子 造成不小影响 影响了我族天骄的战役与战心 与麦老祖道 你们进来 接受传承吧 幽名殿主梅搭理与麦老祖 话落 无穷幽名之力在六人身前汇聚 凝成一座蕴含着 奇异规则力量的大门 大门幽深 不知道通向何方 但大门后透出的规则气息 却让六人喜出望外 哪怕是宇宙洪荒丝麦老祖 也一脸艳羡 恨不得进入大门后的空间去修炼 本店提前声明 所谓的神子神女与使者 并非一成不变 都是靠自己争取 谁最终能得到传承 谁就是本界的神子与神女 现在的关系 不过是暂时的 本来傲气凛然的 本代新任神子神女 听到这话 脸色都不由一变 而他们身后的三位使者 则是神色一喜 好像看到了腾飞的希望 只有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少女 面无表情 没有太大反应 哼 传承一定会是我的 一群连问鼎四重都不是的废物 也敢跟我讲 神子又长空暗自冷笑 六人先后踏入大门 身影消失不见 传承已经开始 就看他们的造化 现在 来说说那个 敢敢冒犯我 幽民族威严的小子吧 不知过了多久 幽民店主的声音 才再度传来 与 你发现了他的位置 在哪里 龟柄店主大人 不是我发现的 是有人特意来通知我 说那个家伙 正藏在一处山谷疗伤 疗伤 居然还没逃出我幽民界 还敢在我幽民界疗伤 果然是不知死活 第2618章 幽民行者 他既喜欢留在幽民界 那就彻底葬身于此吧 传本店命令 你四人带上幽民行者 将那个小子带回来 幽民店主冷漠道 幽民行者 听到这四个字 四脉老祖都心头一跳 这可是幽民店最神秘 最强大的力量 尽管行者数量不多 只有18人 可这18人之强 哪怕是八脉老祖其出 也不够他们虐的 幽民行者 行走在死亡黑暗中的使者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因为知道的人都死了 他们是幽民店最顶尖的力量 没想到 这次也被派了出来 这足以看出 幽民店主对敌人的重视 是 必当将贼人擒拿回来 听后店主发落 次人公身退走 大店再度恢复 他最常见的幽静死记的状态 有了这六人 我的伤势 应该能恢复全剩的五成 诡异幽冷的声音 突然在店内响起 有着毫不掩饰的虚弱 如果宇宙洪荒四脉老祖还在 一定能够分辨出 这虚弱声音的主人 正是他们敬畏的店主大人 该死的之话 本店主只是想修炼 一门真正的先法而已 却被拟袭杀受了重创 只能缩在这死记阴冷的 幽民店内苟延残喘 此仇此恨 本店一定要报 幽民店主的声音 带着刻骨的仇恨与怨毒 本店一定会杀了你 一定会 山谷外 近无位统领等人等候了七八日 也未见幽民族派遣 抢折前来绞杀照放 不由着急了 他们害怕照放伤势复原 真到那个时候 几人可就连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了 这幽民族都是干什么吃的 情报都放给他们了 响应得这么慢 妈的 这群家伙该不会被那小子杀怕了 不敢来了吧 应该不会 近无位统领摇了摇头 幽民界底蕴很深 连四位妖王大人都十分忌惮 想来 应该不会被一个少年吓破胆 那他们怎么还不来 谁说他们没来 他们已经来了 经无位统领神秘一笑 取出一件遮掩气息的秘宝 将自己乃至属下等人全部掩盖住 他们的身体 就像是施展了隐身术一样 凭空消失了 很快 二十多道 散发着庞大毁灭气息的身影 出现在山谷外 气息外散 压得山谷无数古墓都要低头 原本还时不时传出的售吼声 似乎也察觉到危险的靠近 全都吓得静若寒蝉 一点声音都没了 二十二人 领头的是宇宙洪荒四脉的老祖 经无位统领看清出现的这群人后 瞳孔不由一缩 幽民族对那小子还真是重视 直接出动了谨慎的四脉老祖 不过 以那小子诡异的战力 单单只有四脉老祖 根本不够看吧 那十八个手拿镰刀的家伙是什么人 经无位彼此临时传音 都很好奇是幽民行者 一群真正杀人无算 毫无人性的魔头 经无位声音凝重 隐隐还透着一丝忌惮 其他经无位茫然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幽民行者 他们本想继续再问 却被经无位统领严厉的眼神制止 紧接着 他们便感觉到 自家统领心脏似乎都在急速跳动 紧张到了边缘 同时 那件隐秘气息的宝物 也被统领催动到了极限 他们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碰到了不可招惹 且十分凶利恐怖的存在 一行人全部晋升 即便如此 在宇宙洪荒四脉老祖 即将踏入山谷时 一个幽民行者猛的转头 阴侧侧的眸子 竖然盯着 金无位等人藏匿的方向 居然还有几条杂鱼 幽民行者开口 手中镰刀撕裂虚空 出现在金无位统领等人身前 快走 金无位统领面色惊变 一吼一声 瞬间逃奔出去 点 然而他这道提醒 终究还是太慢了 或者说对方攻势太快 他的几个属下 刚有所反应 还没逃出几步 就被迫空而来的镰刀 直接割去手机 转眼间 数名逆藏在幽民界 多年都没被发现的金无位 却在完成任务 即将交差的前夕 悲催的死在了幽民行者的手上 问鼎六众 逃出数百米的金无位统领 回头看了一眼 神情一鸣 对方展露的羞伪 个人与自己相等 而且诡异的是 对方不动手的时候 他竟感觉不到对方给的丝毫气息 该死 看了眼自己属下们的尸体 竟无位统领脸色难看 却也不敢久留 因为四脉老族也发现了他 他必须赶紧逃出去 一旦被合围 要不了几招 自己就要死翘翘 杀其他的幽民行者 纷纷开口 刹那间爆发出的气息 让一向以胆量著称的金无位统领 腿都差点下软 问鼎六众 问鼎六众 还是问鼎六众 你大爷 十八个幽民行者 竟然都是问鼎六众 这一刻 金无位统领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再也不敢回头 将速度飙到极限 甚至取出传送玉符 已然催动 你想逃去哪里 一道阴侧侧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金无位统领心神一领 挥刀劈向身后的同时 扑 一柄锐气 直接撕裂他体表的甲咒防御 贯穿他的胸膛 他的攻势 立时一将 目光这才看到 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的幽民行者 正是先前一拳刀斩杀自己 所有属下的那人 你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金无位统领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对方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 跑到自己身后 而且速度又是如此的快 幽民行者并没有回答他的意思 但很快 金无位统领就找到了答案 他亲眼看到 一道道身影 裹挟着浓郁的幽民之力 撕裂空间降临 出现在他身旁 将手中镰刀 一柄柄插入他的胸口 转眼 胸口便多了18柄镰刀 幽民使者 行走于幽民之间 幽民世界规则的宠儿 明白了 金无位统领唇 角露出一丝世然的笑容 但很快 那笑容就变得疯狂起来 既然都要死了 那就拉你们一起陪葬吧 第2619章杰林 金无位统领身上气息骤人 变得狂暴起来 他打算自爆 刷刷刷T的 几乎在他刚引燃血气力量时 幽民行者便察觉到了 纷纷暴退 顿入空间 空 原地生起一朵灿烂庞大的蘑菇云 方圆数十里内 都成了一片废墟 那恐怖的毁灭气息 向着山谷内扩散 山谷变得愈发死及安静 没有一丁点声音传出 宛如一座死亡之鼓 呼呼呼 T的 十八道身影 撕裂虚空 出现在民族四脉老祖面前 十八人 尽无一人身影 尽无位统领的自爆 完全成了无用之功 这一幕 看得四脉老祖 也是心中一颤 生出几分羡慕与嫉妒来 能随时随地融入身前的虚空 这就是幽民行者的可怕之处 只要在幽民界 他们便是无敌的存在 哪怕是问鼎七重的四脉老祖 单对单的情况下 也没有太多把握留下他们一人 天妖界 尽无位统领 最先出手的幽民行者 声音冷硬宛如鸡械 听到这话 与脉老祖眉头一皱 这么说来 先前揭引战舰出事 都是他们在搞鬼 哼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连我民族都敢招惹 活该生死倒消 咒脉老祖冷笑 解决了一个外患 还有一个大患 红外老祖道 有幽民行者出手 那小子别说是重伤之躯 哪怕是全胜状态 也必死无疑 光外老祖自信道 对于他这话 唯有一人反驳 都很认同 尤其是刚才亲眼 见识幽民行者的实力后 更加的确定这一点 找到了 进入山谷没多久 为首那名幽民行者 举着镰刀 指着一处山林浓郁之处 淡淡道 一行人迅速赶了过去 那里只有一片林脉 也说一个人 连一头云兽的影子都没有 隐匿仙镇布置的倒是挺齐全 但你布置的太多 遮掩效果太好 反而让这片天地显得不和谐 为首的幽民行者 与戴嘲讽猛笑 随后 镰刀飞斩 明明是斩在虚空 却像是碰到了墙壁 擦出一道金属火花后 又弹了回去 紧接着 一片浓雾笼罩的仙镇 出现在四脉老族 与幽民行者眼前 强攻吧 他们并不懂得破阵之法 只是扫了一眼 便决定强行破阵 22人其出手 威势惊天动地 哪怕照放布置仙镇 再怎么巧妙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也只能一点点溃败 只是片刻 仙镇就被撕裂出一道口子 变成了废阵 便在这时 一头体态凶煞矫健的虎形云兽 冷布丁从仙镇撕裂的口子中窜出 只扑向最前面的一个幽民行者 死 那幽民行者面无表情 不退不避 迎战虎形云兽 一刀变割了他的首级 从出手 到斩首 几乎不到一个呼吸 显露出幽民行者良好的战斗素养与心理 但这只是开始 紧接着 数以十计 百计 千计 万计的云兽 从崩溃的仙镇口子中窜出 幽民行者起先还昂然无惧 一副来多少杀多少的姿态 但当云兽数量 真的多到一个地步时 他们也头疼了 不再出手 直接藏匿 想要避开这一波 然而 现场被幽民行者等斩杀的云兽 所留下的浓郁血腥味 却无时无刻不再刺激着这群本有安静生活 却被胁迫卷入这场莫名战斗中的云兽的兽性本能 吼吼踢的最终 他们抓狂了 被金无畏又拐来 后被金言收入腰带空间 镇压的求天不应 求地步灵的憋屈 全部爆发在幽民行者以及斯麦老祖的身上 战斗变得疯狂起来 哪怕幽民行者不想再站下去 但热情好客的云兽军团 用自身去告诉他们 热情的主人 是不会冷落客人的 于是 在云兽军团的热情招待下 幽民行者重创三人 受伤十五人 哪怕是斯麦老祖 也受了不轻的伤 但他们的实力 的确恐怖 联手之下 杀得众云兽头颅滚滚 歇血逆流成河 在不少问鼎级的云兽府死后 其他云兽也不敢再迎战 纷纷逃窜 战斗平息下来 幽民行者与斯麦老祖脸色都很阴沉 他们奉命来杀照放 如今 郑主的面还没见到 自己这群人的战力 就直接下降了三四成 而且 还特么都是无望之灾 他们心情能舒畅才怪 捉出来 我要一刀刀将那小子寡了 脾气爆裂的周麦老祖比较倒霉 被树头问鼎级别云兽围攻 半条手臂都被咬断 恨得抓狂 如今云兽都跑了 他只能将杖算到照放头上 就在幽民行者准备驱散大物 捉拿照放时 天空生出异变 无数墨色云团 从天地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出现在山谷上空 眨眼的功夫 山谷从白天变成黑夜 那浓郁深沉的墨色云层 压得在场所有人 都有肿喘不过气的感觉 甚至还感觉到了一丝危机 众人抬头 却见层层墨云深处 有道道雷霆电蛇在游走 一股庞大雪傲的天地规则气息笼罩山谷 是天节 羽脉老祖脸色难看 谁要杜劫了 一行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一脸茫然难道 他们四猛地醒悟过来 看向大物深处 隐约感觉到 那里正有一股惊人的气息在攀升 看来我们算错了 那小子不是在疗伤 而是在突破问鼎静 羽脉老祖脸色阴沉 以他的心智 对意私存 便都明白过来 绝不能让他平安通过 他上市河道静时 便战力无双 斩了幽族四脉老祖 若平安静声问鼎静 我们这群人 恐怕真的留不住他了 红脉老祖脸色同样不好看 他不会平安突破的 光脉老祖阴侧笑道 你们不觉得 这小子的问鼎静的劫难 有些过于恐怖了吗 羽脉老祖突然道 我们突破问鼎静时 所以来的天杰 连他的十分之意都没有 越是如此 越说明那小子不能留 否则迟早是我们的心腹剧患 可惜 来晚了一步 让他招来了天杰 他被天杰盯上 我们不能再出手 否则 也会被天杰波及 第2620张目瞪口呆的四脉老祖 我怎么觉得来得正是时候 光脉老祖笑荣誉发音森 既然他破镜的关键时刻 被我们遇上 那就绝不能让他成功 不错 以四脉老祖的眼力与见识 有许多办法 可以增强一个人 渡劫时天节的威力 他们正这样想着时 轰隆隆踢的 温温的隆隆巨响 在天空回荡 原本的墨云层 又浓郁了十倍 几乎都滴出水来 这家伙修炼出了什么问鼎之精 近以来这么惊人的天节 那一瞬 四脉老祖与十八名幽冥行者 纷纷爆退出山谷 天节夹带的那谷 无法撼动得磅薄威压 实在太浓郁 即便四脉老祖这等修为 也感到一阵发颤 一行人退出山谷 退出节云覆盖范围 那种压抑与心际感 才消失不少 看来 根本不需我们出手 这天节就能将其杀死 真是便宜那小子了 周脉老祖恨恨道 这样也好 以我们如今状态 真要对上 恐怕也会有伤亡 与脉老祖道 他们先前被云兽军团包围 尽管杀退了云兽 但身上都或多或少受了点伤 言罢 他们直接虚空盘坐 开始疗伤恢复 劈里啪啦 劫云中那股磅薄的天地威压 越来越恐怖 压得整个山谷的云兽 都浮在地面 瑟瑟发抖 残破仙震中 一道年轻身影安静盘坐 他的身盼 环绕着一条腰带 察觉到天节气息时 腰带光芒脸去 化作普通腰带 缠绕在照放身上 照放至织布里 经过半月的融合 他以真魔雪珠为 源泉凝聚出的问鼎之精 总算将掠夺来的 其他问鼎之精 全部融在了一起 真魔雪珠也从一枚普通珠子 变成仿雾大小 里面充斥着 狂暴毁灭的力量 尽管很强 但力量太过博杂 很难掌控 毕竟 他是将树时人的 问鼎之精融合在一起 尾骨力量都极具个性 如今也只是暂时融合 若想彻底融合 则需要大量时间 以及外力的强力打磨 天节 便是这种外力 哭 照放长吐出一口气 形成一道白色皮链 击破虚空 将树里外的一颗巨木 凿穿 吐气成剑 这是修为高深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只有浑厚的先力 才能支撑这一招 他睁开双眼 脸上无悲无喜 望着头顶的天节 淡淡道 今时今日 便如彼时彼日 还真是一个轮回啊 轰蒙隆梯的 天节气息愈发燥烈 很快达到一个极限 照放依旧盘坐 并没有出手迎击的意思 只是操控自己那颗 异常庞大的问鼎之精 飞向半空 既然是魔力问鼎之精 那就好好魔力吧 别让我失望 照放淡淡道 如果有寻常问鼎修士见状 一定会骇然色变 问鼎之精 是问鼎修士力量的源泉 堪称修士的第二丹田 一旦被毁 数千年苦修 可就化为一旦 在寄生问鼎境 问鼎之精 接受天节洗礼时 可没几个大修士 敢如照放这样 以问鼎之精硬汉天节 此举 无异于自杀 点 然而 照放与寻常问鼎修士不同 即便没有问鼎之精 他还有系统 并不影响自身战力 但如此去做 也并非是去送死 他问鼎之精内的力量太博杂 的确需要天节的好好淬炼 而且 他对自己的问鼎之精有自信 绝不会这么轻易碎灭 劈啪 捷雷降下 直接劈在问鼎之精上 古外 闭目疗伤的民族斯麦老祖 被捷雷落下的声音锁精 纷纷抬头看去 一眼便看到 那悬浮在半空的庞大问鼎之精 斯麦老祖当场傻眼 这是问鼎之精 红外老祖艰难吞咽了下口水 有些不可思议问道 特么的 本老祖在幽冥界横行一世 也还没见过谁的问鼎之精 有这么庞大 那小子真的是人类 也难怪斯麦老祖如此震惊 实在是照放的问鼎之精 庞大的异于常人 这时 第一道劫雷落下 问鼎之精上出现一层细细的裂痕 尽管很浅 但斯麦老祖和等人物 还是捕捉到了 大而无当 还以为那小子是个天才 没想到如此愚蠢 这么大的问鼎之精 跟靶子有什么区别 第一道劫雷 就让问鼎之精出现裂痕 再来几道 完全能碎灭问鼎之精 一旦问鼎之精爆碎 那小子就是任我们宰哥之犬羊 亏我们还一直谨慎小心 看来是高估他了 这次 他必死无疑 自卖老祖纷纷冷笑 接下来的发展 与他们预想中的一样 每次劫雷落下 都会在那庞大问鼎之精上 留下一道裂痕 数十次后 数十道裂痕叠加在一起 使得问鼎之精的表面 出现一个纵横极深的窝口 随时都会爆裂 空 随着又一道劫雷落下 问鼎之精一跟着爆开 浓郁且惊人的力量 夹杂着天节的毁灭之力 向着思念八方散开 那小子死了 与卖老祖淡淡道 真是渴 他话没说完 似看到什么 瞳孔猛的一缩 声音戛然而止 其他三卖老祖察觉到异常 也不由定睛名神看去 只是看了一眼 纷纷惊得跳脚起来 不可置信道 这怎么可能 准着他们目光望去 烟尘散去 原地依旧有一颗问鼎之精悬浮 大小只有先前的百分之一 但异常的凝练纯粹 尤其是那颜色 简直黑的发光 让人心悸 刚才报岁的 只是问鼎之精的杂志 这才真正的问鼎之精 次脉老祖脸色都极为难看 劫雷散了 优明行者纷纷起身 次脉老祖也反应过来 那小子运气真好 竟以这种方式度过问鼎之劫 不过 他现在刚度劫成功 状态最为虚弱 正是袭杀他的大好时机 情况紧急 一行人也来不及细想 再次踏入山谷 准备秦杀照放很快 他们便来到先前破开的残阵前 一眼便看到 那盘座残阵中 这缓缓将问鼎之精 融入体内的年轻身影 杀 是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